贸易战如何解套?港媒,最大障碍在中共两股势力,中美贸易战僵持不下,曾有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或是贸易战的决断之时但港媒,20日刊文称,解套中美贸易战与中期选举无关。 最大的障碍其实是中共官媒和外交系统,广告8月20日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在香港苹果日报刊文趁11月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如果中共能在选举之前解决贸易争端,可能对中方有利。 如果拖到选战之后,势必对中方严重不利和江兵分析称,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不会放松对华制裁,因为现在把中共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基本上是美国左中右的全面共识,川普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严厉的关税制裁,后支持率节节攀升美国经济,也一片繁荣景象。 另外,从美国之前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再参,众两院罕见的几乎全票通过,也可见一般目前中美双方正在积极筹备。 本月22日开启的新一轮磋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官员表示11月川普和习近平将分别有两次会面机会,双方希望在此之前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和江兵分析,认为解决贸易争端最大的障碍。 其实是中共官媒和外交系统,大陆经济学家高煞文曾在一个演讲中说,已故大陆领导人邓小平跟美国搞好关系,换来了中共经济发展的40年。 而现在中共的外交明显,是跟美国唱对台系美国制裁谁?中方就名利案里,支持谁?贺江兵在文中称,在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贺率团,首次到美国谈判之际,对川普政府持反对态度的外媒报道。 趁川普政府提出的诸多要求,对中共来说就像是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现代翻版中共官媒,随即纷纷跟风炒作。 中共共青团官方微博,更是把刘贺跟美国的谈判,与大清代表团做了图片对比,暗示刘贺如果签署了协议,就等同于曼国最终首轮谈判,以失败告中。 事实上,双方达成的是一份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平等协议,美国提出的是合理要求。 要求中美关税一致,互相尊重世贸规则,尊重智慧财产权,取消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就在贸易战谈判,无国爆发之际中共外交系统又接连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举动。 文章趁在川普发推,要制裁伊朗之际中方,宣布跟伊朗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当川普准备解决中心问题的时候,外交部宣布伊朗总统绑华最后,川普加码罚款才最终解决。 现在美国正在对土耳其进行严厉制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8日又应约,与土耳其外长驾悟时奥鲁通电话进行深入交流。 之前中共工商银行还给土耳其,发放了36亿美元的贷款赫江冰在文中表示,川普和其团队又不傻中共的外交和文宣,是中美谈判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此前中共内部已有批评声音,指中共宣传部门对中美爆发贸易战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此前高调宣传的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制造2025,被指引起美国和外界警惕,是引发贸易战火的导火索。 有台媒曾刊文,引述中共圈内人士的华晨王岐山、刘策、汪洋等务实,派深知国力疲惫不堪一战。 但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鼓吹与美国开战。 另有多位匿名中共官员借港媒发声指中共党内官员和宣传部门,曲解中央业图宣传失误做出不当判断,发出不当宣传指令。 分析认为,这些批评声音所指的,是主管宣传部门的王沪宁。 现在中共对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制造,2025已降低调门南华早报日前报导趁北京当局还将改组宣传和网际网路部门的领导层以确保外宣符合当局的路线。 不过有分析人士趁现在欧美等国,对中共政权的野心和欺骗性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警惕性,中共现在改变宣传口径可能太晚了,换人顶多喜到治标的作用,要想治本,就只有改变中共的现行体制。